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 效法台北市議員苗伯雅的方式 推動中山快篩愛心互惠活動 也就是由張秉均先贈送一個快篩劑 給因為居家隔離 無法外出的民眾救急 等民眾好了之後再回贈快篩劑 繼續幫助需要快篩劑的民眾 彼此互助 讓愛循環 其實對快篩劑的需求 其實越來越大 因為很多3加4的民眾 第4千因為他們沒有快篩劑 無法外出 有一些被居家隔離或確診者 他們要重新回去上課上班 他們也要經過快篩陰性 才能夠回去上班 甚至有一些有症狀 但他身上並沒有快篩劑 他又怕出門 去傳染給其他有可能健康的民眾 所以大家其實對快篩劑的需求 其實相當相當的多 而秉均之前也媒合了將近100劑的快篩劑 送給了有需要的人 但是畢竟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我們希望來去營造一個活動是 中山快篩 愛心互惠活動 這個活動的主軸就是 我們會將我手上的快篩劑 只要你留下你的 姓名電話地址 然後到我的張品君服務處 我們的服務專線是 24367909 或者是到我的粉絲專頁 張品君最認真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地址 我們會幫手上這具快篩劑 送到你們加州 當然這活動最主要的主軸是 有戒有還 因為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們希望 當你領到這個快篩劑之後 當你解除隔離之後 你可以再去買一劑的快篩劑 歸還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因為障礙的循環 來去幫助到 更多有需要幫忙的人 當然如果你願意 一起來跟我一起努力 成為我們快篩劑 運送的志工 或者是你手上有多餘的快篩劑 可以提供給品君服務處這邊 來去幫助 更多需要幫忙的人 都歡迎跟我們聯繫 半個月來 張品君結合機動室熱火人生發展協會理事長張錦煌 不斷募集和快篩試劑的生活 以及防疫物資 親自送到民眾家門口 協助解決燃眉之急 但是發現居家隔離民眾 對於快篩劑的需求 隨著疫情不斷升溫 也越來越大 因此推出這個活動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快篩劑的民眾 渡過難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投票